來看到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四十六所中文學校的兩百七十位精英學生 報名參加第四十四屆年會六項學藝競賽 包括了演講 歌唱 必報 中華常識問答 中華文化專題簡報 余扯鈴 經過了激烈的競爭 各校各有斬獲 而在閉幕式中 紐澤西北新中文學校 文化常識隊 榮獲中高年級雙冠王 而該隊的領隊老師吳榮榮 則獲得今年的美東最優教師 演講 歌唱 扯鈴比賽現場坐滿了家長觀眾 緊張地欣賞參賽者表演 場外還有贊助商 展列 文具 書籍等產品 讓家長們可以在等待的過程中選購 比賽規模相當龐大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四十六所中文學校 兩百七十位學生參加第四十四屆年會六項學藝競賽 今年破紀錄有十三隊參加 必報比賽主題是傳統民俗技藝 參賽小朋友從紅白紙開始裁剪設計 所有的中文都是當場書寫 製作成一幅幅花樣繁多的必報 而今年演講比賽正式將雙語中文CSL組納入比賽項目 有人將內容編成順口六 有人用音樂形式唱作俱佳 令人印象深刻 我幼兒園去了個學校叫做先鋒中醫雙語學校在馬上 這個學校好特別 因為這個學校你聽它叫什麼你就會知道是個中文學校 因為每天我們會學中文三個小時 因為他們會教我們數學和科學在中文 歌唱比賽有二十隊參加 隊伍各有特色 合唱隊伍每一組站上台都展現氣勢 個人或團體大家銀行高歌 都像是明星一般亮眼 而扯鈴比賽高年級組 有人使出雙腿彈跳 拋鈴三連跳等絕活 成功端出跳繩接鈴 直立鈴繞聲等 花式扯鈴炫逸的學生勇奪第一名 今年暑假我每天有練練到三個小時才學會三鈴 我每天放學都會去練習 我以前是田徑隊 但是今年為了練扯鈴我退出了田徑隊 我不只是自己練扯鈴 我也教了許多學校 中文學校 另外中華嘗試問答比賽 題目包括打油詩 詩巾 蘇士念奴交等程度高級內容 紐澤西北新中文學校奪冠 這次比賽也頒發年度醉油教師給吳榮榮 她常年帶領北新文化常識隊參加比賽 戰績輝煌 勞苦功高 深受學生家長愛戴 獲獎實至名歸 台灣宏觀電視孫穎珍 美國康乃迪克州 採訪報導 絲暴力度 помог止 蔬菜箱 Buzz Italy 中文 榨 輸送